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熊 提前庆祝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的宝藏来了 这个就是我花了888块钱 看一下888 他说了 一个传了好几袋的盒子 里面的东西都是清袋的 然后这个盒子是从他主上传到他手中的 爷爷说了 这是他爷爷的爷爷传给他的 里面全是老物件 可以说是他们家的传家宝 要不是家道中落 只有888块钱 这个家庭也不叫家道中落 这人很转 基本上都不理我 我就问他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说是主上传下来的东西 在我问他具体有什么之后 他就从来没有回过话 但是我在想 那人家转一点 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超纸 所以说我还是下单 毕竟我可能要发达了 我要支付了 成甸甸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箱子 怎么比我想象中的小 那么也像宝贝 就是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怎么是英文的 我之前是没有看到这个盒子上有 这英文字母的 锁起来了 这里面要锁 锁门密码 这个锁是来搞笑的吗 这个锁 这有意义吗 诶 这应该是一幅画 层颠颠的 应该是首饰吧 诶 看到了 项链啊 这也是吗 有了 就这两个东西 这是一个项链啊 首先我就得到一个项链 你看一下 出入平安 这有点不像啊 再看一下 我傻了 这什么东西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首先我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 金属 这个应该是藏木头的 莫非是个 链 气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应该是一个首饰 这是纯铺的吧 你看这个 青色的这种 应该是铜锈 子弹壳 子弹壳 这也是吗 子弹壳一个 两个 我三个 诶 这个我认识 你看 它这些东西都是带着泥的 这应该是一个 一个烟斗 这里还有一个 两个烟斗 哦 这也是烟斗 就是这样子的 组合成烟炮的 嗯 这东西留给历史 这东西应该挺之前的 我觉得 哦 这个是一个 锁的那个 别锁的东西 装在物箱上的一个 什么之前 哇 哇 这个是什么图案 这两个东西 我不知道干嘛用 贴下来 挺精致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哪里干嘛用的 呵呵呵 我看到有个汤匙 你跟我讲 这是祖商传下来的 这还有一个铁条 有一个 不知道干嘛的东西 这个很不错 我感觉 情绪有点火动 这个东西呢 虽然是年代也挺久远的 但是祖商传 不应该不会传这个吧 啊 嗯 哇 这个我相信是祖商传下来的 看一下 这个桌子应该是银桌子吧 这个东西应该值个几百块钱吧 你看这个符字 底下的符字 非常精致 密密麻麻的 而且这个纹路 刻得也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这个沉甸甸的重量 我觉得这个有个 二三十克吧 这个应该是银的 呵呵呵呵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 财生爷吧 这个是 看一下看一下 其实你拆包裹的时候 它拆出一个财生爷来 这个密意还是很好的 嗯 你看 徐徐如神的 唉 嗯 这 卡销的 这个什么 PV机 没有电池 我有点哭笑不得啊 这逗我玩啊 你祖商又用上潜伏机了 看一下这个场景能不能用 找一个遥控器 这个电池应该可以 但是 没用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货 好像是一个字货 这 这个 如果我还认识字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圣子 它土上是当官的嘛 这个东西真假 过得还是挺精致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纹路多么清晰 那么我们来用当时念圣子的那种口吻来念下这个圣子 凤天成韵 黄以照月 清定公布一桥公建 这东西我得 鉴定一下 这888块钱太值了吧 这是1740年的 将近300年前的东西 保存的那么完好 我得给那个老哥好提一个 诶 一定有张子 哦 这是一个什么 我明白 这是个银票 十千网 就是一万网 一万网 我的天 保存的也挺好的 肯定没有 大清宝草 不得了不得了 我这一辈子的运气 就是因为买了这个咸鱼 用完了 如果这个是可以体现的话 唉 高兴 OK 那么本节节目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觉得我吃吗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送财 拜拜